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鼓动人生,我是Storys 让我们欢迎林志荣分析师龙哥好 美美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这边节目一开始,还想麻烦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为脚步 那台股今天又涨了100点 这个行情看起来就是唱一首七匹朗的歌永远不回头 要唱歌了吗? 是也不用了,就是一路的精进涨 那到底行情会涨到哪边呢?还是行情这边就是走一个横向整理呢? 我觉得这边可能我心中会比较倾向在等今天晚上PCE数据 因为今天PCE数据大概率来讲会呈现一个反弹 因为先前CPI跟PPI都是呈现上涨的 所以PCE大概率也是呈现一个反弹 那反弹上来,这个市场看会如何反应呢? 我觉得可以再等一天来看看 所以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早上的时候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好好追踪一下 那这边就请大家先帮我把两个群组做的加入 这Lite是小小鼠BBA582.7 Tailcoin是Find17168 请大家两个都加起来 那另外是我的个人频道 也请大家扫描Q&A后 对,开启小频道 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这个订阅数冲到1000以上 那这是我影片上架时间 那呃上礼拜二的 应该说前天前天的这个你来问个来回答 没有人来留言 那我们这一趟 那我有问题可以吗? 好可以 苹果他放弃了那个电动车嘛 那车用还有就吗? 车用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有跟大家聊到 就是呃我觉得这边电动车才刚刚开始要去库存而已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车用电子零组件 好没有 请你现在记得我我现在跟你讲是车用电子零组件 跟车用零组件是不一样的好吗? 那其实呃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这个电动车这个产业呢 正要进入去库存虚 为什么呢? 其实我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第一个利率太高 那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利率那么高 我贷款买车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电动车其实呃已经卖的没有说太好 那你可以看到呃即便呢即便这个呃 特斯拉这边一直一直一直降价 但是也没有说销售没有跟得上来 那我们最最简单我们看一下 这个2308这个台达电好了 那台达电这个呃明明有AI Server题材 但是股价却是呃却是涨成正不得性 那主要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段反映AI Server 但是这一段呢是反映车用电子零组件 所以电动车其实呃会开始有点点牙眼 那我们先前在节目上也有跟大家聊到 那一趴好像不是跟你 那一趴我也忘记跟谁了 那一趴我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呃就是 呃就是除了这个利率太高之外 那另外有聊到就是 充电的问题也会开始慢慢浮现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家里楼下都可以用的充电窗 那在维修也是个问题 是 妹妹你是坐捷运吗?还是请摩托车?还是开车? 坐捷运和开车 坐捷运和开车 那你现在开什么车? 我现在开别人的车 是有有有电车吗?还是 都有 都有是不是 好 那我们举个最简单 因为可能大家没有开呃电动车 我们举个最简单最简单好了 我们就以GoGoro来看好了 因为现在电动电动机车应该是呃应该是跟呃这个油呃 因为有二行程或四行程 这边机车应该是应该是呃没有没有五五应该也有四六 对 所以电动车GoGoro 其实它维修费用非常高啊 嗯 对 所以呃这边碳排放大家去想说是骑着电动车 但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电动车也没有说太环保 蛤?真的假的 你你那我问问你问题啊 好 太阳能跟核能你觉得哪一个 比较环保吗? 对 太阳能哪 你太阳能哪有比较环保? 蛤?没有吗?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太阳能那个光电板 其实之后要回收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它那个不能永久使用 当然当然不行啊 那光光电板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现在核能其实 我觉得现在核能用呃 这种有一个什么轻轻核能 就是那种呃 其实现在技术 技术我觉得很进步了 所以我宁愿呢 宁愿什么? 用核能 我宁愿用核能 而且便宜嘛 那我宁愿就是如果爆炸就就一起走嘛 哈哈哈 对 就爆炸就一起走嘛 但是你现在如果你是你是那个火力发电 是 你搞的要走却走不了 你知道那个我们吸那个吸那什么 排放 对 那什么呆耀性还是什么的 是 对 那你得到慢性病想走走不了 那我觉得更麻烦嘛 那与其这样子 你不如就用 爆炸一起走 对啊 不如就用核能发电嘛 就是呃 电价也可以压下来嘛 大家不用担心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已经开始重启 重启核能发电了 所以呃电动车其实现在我们回过来 电动车这边其实 呃还会开始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销售可能没有这么好 嗯 那呃 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我今天在群组跟大家 大概就是啊 你可以看一下Toyota股价 Toyota股价啊 这边呢 哎 其实股价是在创新高 对 那Toyota卖的最好是什么 那个自我 Artist吗 不是 那个我不太会念 我请导播放念一下 那个H Hwise 那个什么 BEI 那个 对对对 这种那种油电车是卖的最好的 是 所以电动车这块我觉得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自驾车看起来也是遥遥无险 所以苹果先放弃 我觉得不见的是一件坏事 那他转工这个AI 那事实上 呃苹果每次都是慢半拍 哈哈哈哈 那慢慢拍 我们就看看后续能不能跟上 但是就是呃 如我们先前跟大家知道 今年呢这个AI仍然是主轴 但是有时候短线长度 然后我再去在这追降 其实我也有点点就是 会怕怕 所以这边我就是请大家就是保持着不要过度追加 其实我从应该说从开红盘到现在 我都请大家不要去过度追AI 嗯那呃比如说其实呃 AI其实都有做一定程度的回档 但是有些个股今天又做了一个反弹 所以待会我们再帮大家 我们先把车用电子聊完 好 车用电子零组件 我觉得呃 你就先把它放在一旁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呃排半之系 或是呃先前很强盛 其实这种现行器 我都是 我都没有说考虑 或是你可以看到 都是长成这副德性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呃 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车用零组件 我们刚刚聊到嘛 就是油呃这油电车是卖的比电动车还要好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车用零组件 是 比如说东洋 那今天大涨了这个呃 五连 对或是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有车用或是呃 有伺服器题材的这个反弹 其实股价都相对比这个电动车 还要来的来的强势 所以车用这一块呢 众哥想呃 这边帮大家稍微区分一下 就是 这个车用电子电的这块 请你稍微去避开一下 那如果要往车去做布局 请你去留意这些一些传统 呃这种油电车 那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路股呢已经开始指纹了 那资金会不会开始歪到这些车用零组件呢 我们可以来好好追踪一下 那这边的众哥其实 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我会往防御新个股嘛 其实车用也是一块嘛 因为半导体涨这么多 那我们往一些比较安全低机器的车用是一块 那除了车用之外 其实重电重电也是一块 但是重电重电重哥本来想布局 但是这边有的一些 各有的 pure就上去 今天那个重新店 对所以我也不太想去追价 但是我去布局一些比较低机器的人员股 那这边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觉得行情来到这里我觉得 呃我还是会比较偏向顾一下风险 那这边就跟大家简单去做个分享 那这是呃为什么要顾一下风险 这是我从呃从上周到这周都有提大家 因为目前情绪呢都是很贪婪 你可以去想象一下 每次当大家嗨到最高点的时候 行情呢往往就开始准备要下来 但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期说 呃这个贪婪情绪会把行情推到哪了 所以你就是顺势而为 做到你的部位控管保持着 不要过度追价节奏 我觉得这样子会呃会比较好 那这是我这礼拜的要跟大家聊到 这个产业周报 防御型个股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讲 蛮多次了 那我觉得目前老AI呢呃这种歌呃就是 涨多我不太会想去追 那后续有量说震荡拉回没有破地 我才会来去做考虑 那这这边跟大家再追踪一下 这个美债的这个殖利率 那这也是我会为什么会比较偏向 呃偏向就是不过度追价原因 因为原本大家认为 呃原本是呃费的利率点正途出来之后 是费的说今天要降息几码 三次三码 嗯今天要降息三码 对应该说降息三次啊那一次一码 但是市场上原本运行降多少 要降息七次 但是目前呢市场上已经开始认错了 比较觉得呃这费的就是皇上一鸣 就是他看法真的太准确 目前市场上已经从七次慢慢修正到 今年呢只会降息三次 所以市场对降息的预期呢 已经跟这个费的趋向一致了 那再次呃再次呢已经交代了 那股市呢呃呃什么叫做已经交代了 再来帮大家追踪一下好了 好 原本这一段降息预期 所以可以看到股价从27块 对 譬如到这边呃31块多 嗯我觉得呃31块多 然后呢 这边交代了交代这降息预期 但是后来降息预期开始呃低延嘛 然后这次数也开始缩小 是 所以这债券价格其实已经开始在回落了 那即便呢年前这个反弹 那目前又回到这里 嗯那这里呢我就觉得说 债市已经交代了 那股市呢呃 因为我们都知道股市这一波 也是建立在降息预期嘛 对 Emedia其实是歧视 因为这一波最主要是反映在降息预期 所以这里我觉得我会就是呃 就是当然是继续做多 但是但是呢 我会就是不要过度去做追价 比较保守 对那我们既然聊债券 我们这边就在跟大家呃 呃补充一下债券顺便考一下数学好了 啊又要考数学 对 这边其实呃 我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呢 债券呢是我一个呃 很长线的部位 对 这个长线呢有可能会放到就是开始降息啊 甚至放到哪天开始崩盘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跟快速帮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债券价格跟利益呢 是呈现一个反方向的 那如果说今天开始降息 债券价格是不是开始往上涨 因为它是反方向嘛 对 那如果说哪天 呃这经济 因为现在经济还很好嘛 嗯 如果哪天经济承受不了高利率的冲击 是 开始往下衰退的时候 或是呃 疫情又再来一次的时候 那背的又开始无限 无限QEI还是什么的 嗯 到时候从这边目前4%多5%多的利率 开始降到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 我跟大家讲 这手中的债券呢 会非常值钱 哦 这边众格希望连本带利呢 可以赚一倍 那如果这边你已经知道那个方向很明确了 那其实这边就是看 看你怎么去去打单嘛 就是呃你的资金如果可以控管的好的话 这边就是我觉得PCE 呃PCE如果让值率反弹 是 然后这个赞价格往下掉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加码点啊 那就是呃我觉得呃人家人家说就是你要财富自由 我觉得你买一张两张 嗯我觉得没办法财富自由 但是如果你这边可以买个 一百张 嗯 买个两百张 或是买个三百张 而且他会从来差不多只有关键 那就那就不一样 而且到时候我可以拿我资金赚到钱呢 来去做个抄底 嗯 考一下考一下妹妹好了 好 你刚才说三百张嘛 对 三百张我相信你也买得起 三百张 那这样一张是我们抓三万块 三百张多少 三百 九九九百万 好九百万 对很好 对我相信你也买得起 对不对 现在现在有九百万呢 其实蛮多的 嗯 那你九百万 如果之后你年本代曆可以赚一倍 嗯 那这样你就变成有一千八百万 对 你一千八八百万到时候拿来抄底 是 你抄0050好了 嗯 那0050这边一千八万 你把它买下去 呃或者是你买九百就好了 嗯 那0050假设说从呃一百块 假设我们是买了一百块好了 快就买了一百块 然后他再涨到五十一百五十块 是 你这边又赚50% 所以我觉得这关键就是呃 人家说呃没有钱人看的是呃周转率 就是你要不断周转 嗯 但是有钱人看的是报酬率 是 那如果说这边没有降息该怎么办 没有降息我就放着放着领利息嘛 对 那我们刚才说三百张嘛 对 那继配息是0.31 嗯 对 继配息0.31 是 对 那三百张 这样可以配多少 一继可以配多少 三百张 一张配三百 三百张 嗯 这数学太难了 三百乘三百会太难了 一继配三百 三百张 九千 九千 哎 九万块 不是你太多零了啦 九万块 九万块 好 你你想一下 你一继配九万 那一年可以配多少 九万乘以四 对 然后呢 三十二 四九三十二 完蛋了完蛋了 完蛋了 我们 这个数学很不行 我明天还好明天是紫燕来 四十九三十六 那四十三十六 然后呢 明映也三十六万 是 那我觉得这比出租出租还要好 嗯 所以我就讲到这边 我们快速 好 聊聊 嗯 聊太多 好 对 然后就是 这边 我刚刚聊到的是债券这边 债券 对 晚上PC 如果 如果有在往下 就是 呃 例如有在往上反弹的话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 很好的加码点 那这边 我们刚刚 都有跟大家聊到 那我这边其实已经多听 多听没有 破碟 那除非 除非它又在往下 大幅度的 是 往下跌破 不然的话 这里我还是会比较偏向 就是 不要过度追价 嗯 那 我也不会去预设立场 因为万一预设立场 它一路涨到两万五 那我们就晕倒了吗 对 对 所以 这里呢 其实就是 呃 我会顺势而为 但是不过度追价 是 对 那这边其实有跟大家聊到 蛮多 那我希望我看错 如果我看错的话 就是行情 可以 大家可以继续强短 嗯 但是我看对话 这边 呃 如果 真的因为开始要反 反应这殖利率 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幅度可能会 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美债好了 好 再次已经交代了吗 是 再次从这个 3.44到这29 对 下跌几% 这我也不行 好 这也不行 哈哈哈哈 那所以 这边我觉得至少应该有10来% 是 对 那这边 呃 如果这边有 呃 快快10%的一个 左右的一个回档 嗯 那股市如果也反应给5%到10%呢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蛮蛮蛮蛮蛮惊人的数字 嗯 那这个这个可能会痛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这种哥就觉得说空头要来了 其实多头市场回档个5%到10%我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嗯 终极趋势我仍然看好 但是短音上这里 我不太想用追的 好吗 这边就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OK 那这边聊聊聊AI AI今天 虹虹20主阵是蛮强的 对 对那 今天双虹潮车 对对 然后终于就是 我们不但可以买金马桶了 现在可以有金玉缸吗 金玉缸我觉得太柔了 你知道你知道一个一个老爷就是买了房子 买了金马桶 再来是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丫环啊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对 金玉缸也可以啊 我们就是买完丫环再买金玉缸 好 对 然后这边就是跟大家聊 那其实今天有蛮多个股AI是呈现一个反弹态势的方法 回应 你可以看到前几天的下沙幅度这么深 然后今天的一个反弹 那实际上这个都还是一个多头排列 所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追价 你追价你有可能就被关在上面了 对 所以这里呢 AI个股呢 我觉得大概率就是维持在一个横向整理会 呃会比较大 那为什么会这样跟大家聊到的就是 Emilia在3月16号有个GTC大会 那GTC大会大家认为说会释放出利多 所以或许呢在GTC大会之前呢 常常就是一个反向 呃就是一个横向 反复震荡 所以AI呢 我会比较希望可以等到有个拉回的幅度 那这边就是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那剩下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聊 谢谢 那想要知道更多吗 一定要锁定老师的频道哦 快点加入老师的Liar还有Telegram 股东人生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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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